你知道在台灣新竹這個地方 新竹縣 他的新生兒的出生率 竟然比寵物的數量還要少 這新聞是我們台灣中央社的報導 他的英文網站 大家好我是Paul 注意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所以他的標題是 More pets registered than babies born in新竹 county County就是縣 新竹縣 打一下出來 所以這個字不是country打錯了 country是國家或鄉下之類的 或其實就是一塊地方 它有著很獨特的一個人口性的一種結構 我們就可以叫它是一個country 像例如說我們看過一個詞叫wine country 所謂wine country不是酒國 什麼酒國英雄的酒國 不是這個概念 這個酒 這是像例如說你在一個鄉下 種了一大堆葡萄 然後那個莊園 然後你就是釀葡萄酒 我們就會說那是一個wine country 所以country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的 好的 但我們剛剛講的是縣 新竹縣 county county 所以在新竹的county 新竹縣 有新生兒 所以babies born 比起來呢 就pets registered的數字還比較多 所以 蟲要登記 所以叫做register這個字 there are more pets that are registered than there are babies that are born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第一句就說了 the number of cats and dogs registered as pet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in新竹 county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22 所以在2022年這已經是連續三年了 就是前者的數字比後者高 so the number of cats and dogs 這沒問題 狗跟貓的數量 所以這個數量是他的主次 狗跟貓的數量 那呢 然後他超過了 所以超過這個姿態用的是 exceeded 如果surpass 大概我覺得也可以 所以exceed什麼東西呢 baby生出來的數量 所以後面必須要寫的是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你如果只寫exceeded babies 那這是不行的 因為你要比的是數字 不是數字比baby 這個是中文跟英文很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裡其實能夠用上一個東西叫指示代名詞 只是他並沒有在 他沒有做這個文法上的使用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 the number of cats and dogs registered as pets exceeded that of babies born in新竹 county 這是OK的文法 他不這樣寫 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他這樣子有很清楚的clarity 你就看到兩個字 就是number出現了兩次 It's all fine It's about style 這樣 好 所以 其實這新聞講完 也不是 我們還是 我們都講一些有趣的詞 像例如說 你知道寵物的話 pet是寵物這個單字 可是它也可以放在 名詞的前面當成形容詞 因為畢竟有野狗 野貓 那有家貓家狗 所以寵物狗 所以這個寵物狗的寵物就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我有一個寵物那是名詞 我有一隻寵物狗 那這個寵物修飾狗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到 the number of pet dogs and cats 所以把pet加在dog的前面 就可以變成了寵物 這樣子 那像street dogs street cats 就是流浪狗 流浪毛 這樣子 好 那加一個pet 變成寵物 所以要是你有隻烏龜 你也可以說 啊這是我的烏龜 它是我的寵物 It's my pet turtle 所以pet加在名詞前面 是很可以的 這樣子 OK 那有沒有 你有沒有可能 收了一隻 這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你跟一個人玩 然後把它當成你的寵物 你能不能加 加在名詞前面 So she's my pet person 所以你把它當成一個pet I guess you can there's a possibility of that 不過大概不會叫這樣的東西 就是 男生女生間叫誰 小母狗之類的 好了 這個不測太遠 所以數字它也給你看 So the number of pet dogs and cats registered in the county hit 5129 While only 4033 children were born 所以寵物5000多 Baby只有4000出頭而已 這樣子 而且它也只算狗跟猫 好像也只有狗跟猫需要登記 其他大概不用登記 就是了 所以它們越來越被 大家看成是家庭的一部分 So they are seen as a part of the family Sure OK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再往上 往下看的話 有看到 就是在那邊的 政府也有做很多的一些 公共設施 好比說在竹北呢 他們就有免費的 打這個疫苗 所以你知道動物要打狂犬疫苗之類的 所以狂犬病就是rabies 所以這個字就是rabies 它的發音跟baby寶貝這個字是押韻的 So如果你不確定怎麼唸 你可能會唸成 這個字是唸成rabies還是rabies It's pronounced rabies because it rhymes with babies 我們一般會這樣講 So something rhymes with something else 我們就會說這兩個東西就是押韻的概念 OK 好然後再來就是 你知道狗跟猫還需要去把它給 給這個叫怎麼說呢 就是絕育 狗要延掉貓要延掉 不然的話生一大堆 所以他說的除了有pet rabies vaccination and spaying and neutering services 所以這兩個字 這個字對我來說還蠻深的 我很少看到spay這個字 看了一下才知道就是絕育 就是讓它生不出東西來 那neuter的概念其實差不多 所以那還有一個詞叫castrate 這個字也是有的就閹割掉 所以這三個字都可以當成是 就是把一個東西給去失掉 就是這樣子 OK 好是不是可能男女會有不同的字 我不太確定 所以要是公的母的 說不定用的字 一個是neuter 一個是spay也不一定 我就沒有查 沒去查就是 有興趣的自己去查查看 老師是個很懶惰的人 好那我這輩子沒養過寵物 我們只有在 就是我們家裡養過烏龜 那但是that's like a family pet not my own pet 那有時候我也會想 我這個年紀要不要養隻寵物 來陪伴自己 不要了啦 自己都照顧不好 照顧什麼寵物呢 好anyway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